今天跟大家讲讲几个数字 政府宣布全面设拿后 本港的交流量不断上升 一手上升得最厉害 突破了8000宗 上半龄整体施宅市场 普通话评音卖家的比例升至20% 涉及的加码是超过705亿元 这两个数字都创新高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 启德新区和黄竹坑站上盖的物业 现时的市场都是一手主导 而在发展商大力减价潮之下 二手业主是迫处备减价 根据土地注册处的资料显示 今年首五个月 已知买入价的成交记录中 有3277宗蚀养 占整个市场的32% 卓下2009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 对于未入市的准买家来说 看到卖楼即洩的现象 他们都会担心楼价会不会下跌 从而各自入市的计划 而今年的首幅住宅官地 沙田小匹园就由新地 击败其他发展商以6.19亿元投得 每尺楼面地价是3952元 新地就打算兴建中小型单位 预计投资总额是20亿元 这块地皮就比较贴近车站 而且景观比较开扬 民生配道都好齐 加上同区的旧楼比较多 换楼的需求都比较强烈 地皮面积就2.6万平方尺 最高可见楼面面积约15万7千平方尺 接标前市场股价是4.7亿到7.8亿 每尺楼面地价是3千到5千元 今次刚取了中价 接近4千元 同区对上一幅售出的住宅官地 在2022年9月批出的 就由永泰和万科共同投得的险和利用地 成交价是7.8亿 每尺楼面地价是8千8 商价不足2年 同区的地价是跌了5.5 地价跌了一半 你认为楼价有没有机会跌一半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是路易小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